根据疾管署统计,国内肠病毒门急诊就诊人次有下降的趋势,不过仍属于流行高峰期,因此提醒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,不管是大人或是小孩都必须要勤洗手,注意个人卫生,以降低感染风险。 虽然放暑假了,肠病毒并没有跟着放假,根据疾管署统计资料显示,上周8月4日到10日,国内肠病毒门急诊就诊共有14,691人次,比前一周略下降了3.5%,但仍处在流行高峰期,且8月13日才又新增了一例两岁肠病毒并发重症个案,所以家长千万不要轻忽。 在今年,共累计有26例肠病毒并发重症病例,以感染肠病毒71型最多,有18例,其他则是感染肠病毒D68型,以及克沙奇A10型,克沙奇A6型等,而近四周社区肠病毒减出型别,则是以克沙奇A群为多,不过近期全国肠病毒还是以71型个案数居多,近年累计有239例肠病毒71型个案,因此机关署提醒, 预防肠病毒最好的方法就是大人、小孩都要用肥皂勤洗手,注意个人卫生,并且要注意居家环境清洁及通风,以降低感染风险。 此外,婴儿如今医师诊断感染肠病毒时,应避免与其他幼儿接触,以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。 就此生命正门期,新店采访报道。